我失敗失敗了から 寶玉 嘿大家好我是A夢Nike 叫我A夢或一夢 接下來倒看一下日版5月的六星角 六星女僕 直接來看到技能的部分 原本的UB是範圍的魔傷 然後物理破防 但他只有33%的機率成功 如果失敗 破防量只有一半 六星後就不會失敗了 雖然以女僕來說失去一個特色 但之前那種會失敗的UB 真的是比較拿不上檯面 而且還多了魔法破防 就是會破雙防了 女僕這個角色一直都沒有什麼用 簡單提一下她的技能組 一技是範圍的魔法傷害 然後破雙防 就是數值比較低一點的UB 二技是補自己周圍隊友HP 然後會加一點點物攻 目前日版的版本就三個核心重點 聯盟戰、PVP、EX4、地下城 那EX4的部分一定是能上的 畢竟那個打到後面破防真的是不夠用 如果要全AUTO的話 甚至要80幾隻或更多才能過一X4 還沒六星的時候就有看過有人用了 上六星破防更優秀就更不用說了 PVP的部分意外的有看到一些防禦隊在用 她的攻擊雖然沒有很高 但放在防禦隊對面的陣容有可能很軟 你只要打掉輸出角就沒問題了 她又是六星體質還不錯沒有到很軟 最少最少3v3防禦隊是看得到她啦 你知道對方防禦陣的時候也有可能會有用 其實女僕還沒有上六星的時候 我自己的區間就有看過一些認真專研進攻隊的人有用過 至少搭配上是能用的 比較微妙的就是聯盟戰的部分了 先以法隊跟物理隊來做簡單分析 法隊的話用得到的可能性我認為很低啦 你如果想要UB的大破防 基本上霞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UB的破防量高太多了 你如果是傳統的法隊的話 現在也蠻多新的破防角了 加上小招又是加物攻 用得到的機會也是渺茫啦 物理隊出場的可能性稍微有一點點 就是頂學院幣的位置 破防量是學院幣高一點點 但女僕的小招循環破防比較頻繁 看起來還是有一點機會啦 如果是以弓箭手為主的場合 還可以順便幫弓箭手補個血 只是女僕的TP上升真的是有一點低 算上TP上升的話 平均破防量可能也沒有學院幣好 會不會有跟學院幣一起上場的場合 就不好說 這個部分沒有實戰也不知道 在聯盟戰裡面 我個人認為最有機會的是混傷的隊伍 在關注日版資訊的朋友應該會知道 上個月牛哥有一個混傷刀 重點就是牛哥雙防都蠻低的 尤其是魔防 再加上他的技能組有一點點麻煩 才導致有人研究出這一刀 如果未來也有出類似的BOSS的話 六星女僕搞不好有這個機會擔當 破防角做混傷的陣容 當然啦 這種角色的聯盟戰真的是看做球 看有沒有那個機會 我這邊只是分析一下 我個人的看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現階段台版我會覺得多少農一下是不錯 只是他是聯盟戰換的角色 所以也不是很好練啦 以PVP來說我會覺得依序比較優先 好啦以上就是簡單介紹了一下六星女僕 我個人目前的想法 很多東西還是要等實戰才會比較確定 畢竟聯盟戰有沒有做球還是差很多 搞不好到時候超強也說不定 反正1x4能用啦弄起來也不虧 大概就這個樣子 希望都能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個月日版的六星角 那這樣 謝謝各位 再見 等一下